不過大選的倒數時刻 其實在台灣的經濟 似乎也感受到了一股寒意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大陸砍掉了12項 對台灣的ECFA優惠的關稅 也讓產業界跟著跳腳 當然我國政府的反應是 像是經貿辦就說了 點出了四大不合理的地方 第一個他們認為說 這樣子單方面的取消優惠關稅 是不公平不公開 而且不符合所謂的國際規範 甚至他們認為說 內容跟事實也不相符 片面的認定也不符合WTO的規範 數字更是單方面的不透明 誇大不實 認定說這是一種政治意義 多於經濟操作的這種說法 也認定這是一種經濟的脅迫 但是反應在產業上 他們已經非常緊張了 尤其很多的產業 大家比較擔心的說 一旦中國大陸從1月1號開始 終止ECFA秉析這12項產品的 優惠關稅的話 將會衝擊石化產業的上下游產業列 而且目前他終止的這12項產品 主要都針對石化產業 還沒有擴及到像是機械 紡織 但是未來難保不會擴及到 其他的層面 工總就說話了 工總說現在很多的 國內的中小企業開始慢慢的 應要佈局全球的大廠 來增加海外產能 增加海外產能 意味著在台灣的一些產能 就會跟著縮減 連帶可能會引發的是 衝擊就業的情況 以學者趙春山的說法來說 你今天鎖定這個石化工業 石化產業其實很明顯 就是針對政府而來 是非常具有針對性的 而且他展示的一種說 我不是口頭說說 而是我是真的要做到 所以他的說法是說 不會是狼來了 甚至其實先挑石化產業下手 有點像先給你 有一點有感的一些措施 而且也不是劇透 而是慢慢的讓你覺得說 的確有感覺 但是恐怕也沒有斷你生機的 一個這樣子的套路 等於說其實是一個 比較彈性的一個做法 再來我們來看到 治理科技大學的 國貿系副教授 張宏遠他是怎麼看的說 第一個時間點 他認為非常的巧妙 選在總統的辯論之後 代表說這是高層的一個決策 另外其實我們在講說 這一次的2024台灣的總統大選來看 我們會提出兩個選項 一個是和平跟戰爭的選項 看起來非常兩極 但是透過這一次的意義來說 他認定說其實告知說 繁榮跟衰退的選擇 也在這一次的選戰議題當中 所以當然對台灣的經濟來說 是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而且會不會再逐漸的擴大呢 恐怕還需要後續的狀況 來做判斷跟決定了 不過呢現在陸委會也強硬回擊說 認為說大陸這樣子的手法 這樣子的方式已經是嚴重的介入選舉 距離總統大選不到一個月 中國大陸決定出招 終止ECFA部分產品關稅減讓 國務院關稅稅責委員會今天發布 關於終止海峽兩韓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ECFA部分產品關稅減讓的公告 被查扣的大陸製食品螺絲粉 全都被封箱準備銷毀 今年一月開始 經濟部禁止部分大陸製商品進口 被對岸認為是採取歧視性的限制措施 今年上半年 台灣重演缺氮危機 但蔡政府不跟大陸買 出怒大陸政府出手反制 今年4月啟動調查 12月15號公布結果 認定台灣禁止2509項大陸製產品進口 構成貿易壁壘 台灣禁止大陸汽車進口 台灣的消費者無緣享受 大陸突飛猛進性價比高的新能源汽車 根據大陸官方附件 終止關稅減讓的 包括丙溪 丁二溪 綠乙溪等12項石化產品 明年元旦起生效 行政院回應 對台灣的衝擊在可控範圍 將輔導業者分散風險 而工總認為 雖然石化大廠可透過增加海外產能因應 但縮減國內產能勢必衝擊就業 今年到現在為止 大概出口的是18億美金 他取消ECFA關稅 回到WTO的稅率以後 有16億是1到2%的稅率 針對中共當局一再利用各種手段來介選 試圖影響我國選民的投票行為 陸委會再度對中共當局提出嚴厲的譴責 國發會老神在在 表示ECFA佔整體出口不到4% 這12項產品比例更低 衝擊有限 ECFA攸關產業民生大陸下重手 就怕引發連鎖效應 政府相關單位嚴正以待 TVB新聞綜合報導 而再擴大到美中台三方的關係來看的話 到底未來又會怎麼樣演變呢 尤其我們先聚焦在美中關係 尤其在2023年相信大家已經感受到了 這一連從1月到12月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動盪的時間點 還有月份 包括是有間諜氣球事件啦 半導體的抗爭以及軍事競爭等等 都在在的考驗了美中關係如何演變 雖然說到了下半年的時候好不容易 這個拜登跟習近平兩個人終於碰面了 但是真的雙方的情勢有稍微緩和下來嗎 有專家就說了 其實在2024年恐怕也都是一個 有相當多的風險 必須要來克服的一個時間 還有重大議題喔 像是包括是 不論是中國還有台灣還有美國的關係 絕對是非常牽動的 就是台灣跟美國的總統大選 甚至台海問題該怎麼樣來解套 另外美國的總統大選會選出誰 也是一個當中非常重的變數 過去大家認為說拜登本身 雖然也是持續的在 對中國大陸的一些經貿 還有相當的資源來進行抵制 但是以中國大陸的角色來看 他們認為說川普基本上是更不可以預測的 所以說如果川普重新回到美國的總統大位上 會對中國大陸做出什麼的反應 他們也是非常的焦慮 還有就是晶片非常珍惜的資源 所構成的衝突 都讓這個2024年恐怕會變得更加動盪 還有呢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當時習近平跟拜登兩個人見面的時候 其實當時就有新聞媒體暴露說 其實在兩個人的會談上面 當時提到說 2027年2035年這兩個時間點 到底會不會對台灣 武力犯台呢 其實當時習近平說的話 是沒人跟我討論過 但是呢其實現在在針對兩個人對話上面 有更多的細節傳出來了 NBC就引述了美國三名的前任 跟現任的官員就說了 在這次的會面當中 習近平是直言不諱的 向拜登表示說 北京將要統一台灣 但是呢時間是什麼 還沒有確定 沒有明確的點出是2027或是2035 甚至他們認為說如果要挑的話 和平的方式還是首選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資訊 就是呢據傳其實在雙方要會面之前 中方的官員就要求拜登必須要來發聲明 聲明的內容是什麼呢 表達美國是支持兩岸同意的目標 而且絕對不支持台灣獨立 但是這樣的聲明 其實是被白鉤拒絕了 美國總統拜登在和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峰會後的記者會 不管是對於中國對台動武 或者是北京干預台灣選舉的後果 拜登的回答都很簡短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報導 拜習會前中方提出要求 希望拜登公開表達美國支持中國 和平統一台灣的目標 並且不支持台灣獨立 這個要求遭白宮回絕 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官 柯比表示不深入討論拜習對話的具體內容 強調拜登立場很明確 美國的一中政策沒有改變 不支持台灣獨立 也不支持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 報道指出習近平直白地告訴拜登 北京中將統一台灣 雖然這和過去的公開談話沒有明顯差別 但在台灣選舉前這番說法引起美方關注 美方官員表示 習近平在會談中表達對台灣總統候選人的關切 也注意到美國對台灣的影響力 而當拜登要求中國尊重台灣選舉過程時 習近平回應和平固然好 但中國最終要朝解決方案邁進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年終記者會列出 2024四大優先工作目標 分別是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和中國競爭 組建聯盟以及結束以色列跟哈馬斯的衝突 布林肯表示美國和盟友加強合作 更有效的應對美國關切的領域 包括中國脅迫性經貿做法 台海南海及東海的和平穩定 還有人權 TVB的新聞佳輝美國華府報導 再來我們來看到以哈衝突現在最新的進展 包括是華爾街日報就報導說了 現在以色列提出一個建議 他們認為說其實如果加薩休戰一週的話 或許可以讓哈馬斯換回40個人職 但是這樣的要求包括是富人還有小孩 也都在這個40人職的名單當中 但是這樣子要求其實是被哈馬斯給駁斥 而且拒絕了 因為哈馬斯認為說當中可能談的條件 是談不攏的 像是他們認為說首先以色列的軍隊 加加薩的軍事行動 第一個你必須要停止才有辦法討論任何的潛在協議 再來他們認為說不只是人質的部分 以色列方面必須要釋放 境內所有的巴勒斯坦囚犯 再來才可以讓這個大元面有百名的人質 回到他們的家中 而且現在包括各個其他的國家 像是埃及也都在積極的斡旋當中 像是哈馬斯的領袖哈尼亞現在人就在埃及 平常他都是在在卡達 但他特地到了埃及去 就是希望可以幫加薩地區的人民 再多爭取一些生路 他訪問埃及的原因是為了要討論停債 還有釋放人質更希望是有更多的人道資源物資等等 可以安全而且有效的進入到加薩地區 因為在北加薩或是南加薩 現在都是一個相當慘烈的情況 而聯合國的安理會 現在也希望做更多的舉動來幫助加薩地區的民眾 像他們希望可以趕快的再通過 再拼過一次的決議案 呼籲以哈可以停戰 但是似乎有不少的理事國都是拖延的狀態 而且大家矛頭指向的就是美國 像是國際危機組織就說了 接下來到底這個決議案 呼籲以哈停戰的決議案 能不能成功過關呢 美國就要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了 因為要強烈的感覺到 拜登將要做出了最後決定 不過回到這個戰場上 在以色列軍隊 被信他們再次聲稱說 發現了新的地道 可能通往哈馬斯領袖辛瓦的住處 甚至呢在這個隧道當中 地道當中還配備了 深入地下20公尺的防暴電梯 但真的有看到 找到這名領袖嗎 我們一起來看這則新聞 你可以看到這裡深深的地道 有幾個月建築了一堆 以色列軍官指的地道入口說 這裡就是他們一直在找的通往 哈馬斯領袖辛瓦巢巢巢的路 哈馬斯的準將 該院16名醫護人員都是哈馬斯軍官 上百民兵就藏在院內的指揮所 還刻意拿醫院當掩護 只是以軍的地面攻勢不斷 周三再度襲擊賈巴利亞難民營 至少20死25傷 加塞衛生部就統計 衝突爆發至今以來 罹難人數已經突破2萬大關 包括8000名孩童跟6200名婦女 不過以色列提議停火一週換取 40人質釋放 哈馬斯政治領袖哈尼亞 抵達埃及協商 但是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 哈馬斯拒絕提議要求 以軍先停止軍事行動 再來談放人 TV全送不到